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有主题曲青春就这样的首演 本期的节目播出之后 网友积极的进行了相关的讨论 直呼看青春环游记笑出了眼泪 周深朗朗幽灵公主话题登上微博时时热搜榜 单期全网19个平台斩获45个热搜 主题主话题阅读量超过85亿 节目热度持续的走高 朗朗周深神仙合作幽灵公主春牛家族上演主题曲首秀 此次的杨硕之行为了将欢乐传递到更多人的心中 一路玩乐的春牛家族要从零开始 给杨硕带来了一场青春歌会 春牛家族也首次的合体带来了节目主题曲青春就这样的首秀 整首歌曲是专门为了春牛家族量身定做完全原创词曲 此次也的确是春牛家族第一次接触主题曲 在老师的指导下快速地完成了分工 周深的动听歌声 范晨晨的动感rap 朗朗的钢琴solo 贾琳和杨迪的热情与欢笑 大家紧锣密鼓地排练准备 和声逐渐地融洽就动听 功夫不负有心人 正式的演出中 现场的小朋友都跟随着节奏手无阻导 暖色的灯光包围之下 时间仿佛永远地停住在了此刻的欢声笑语之中 春牛家族什么都不不同的态度 从三亚延续到了杨硕 合体的主题曲表演得欢乐十足 两两分足的表演也各具创意 杨迪小沈阳版的山歌好比春江水 把贾琳唱到头大 范晨晨独唱喜欢你温柔动人 贾琳范晨晨复古专人物一秒点燃了现场 朗朗最贵的首演绎流畅空云的旋律 搭配周深天籃般十分难得的嗓音 全程无词哼唱幽灵公主 用最纯粹的音乐带来最真切的情感共鸣 不仅征服了杨硕人民 也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 期待两位老师能够有更大的舞台合作 根本听不够 贾琳杨迪高能模仿 动族大哥经验众人 本期节目不仅有动人的泪点 也充满着不间断的笑点 回到了民宿的春游家族 嗨场的KTV 波斯猫兄弟杨迪周深模仿 刘敏涛版的红色高跟鞋 精准还原三分薄两三分绩效 四分漫不清新 说到模仿 春游家族都算得上是模仿好手 贾琳就模仿起了王妃经典春晚造型 还吐槽节目造型师 老王飞话筒上的羽毛装饰 硬安排到了衣服上 飞扬的眼线获得了范晨晨的夸赞 天后气质拿捏得死死的 网友直言 今天也是疯狂 辟可假例的一天 只好玩好的青春旅程 也有着文化的浸染和熏陶 来到刘三姐印象博物馆的春游家族 欣赏了代代相传的洞族大哥 统一穿着黑色壮族服饰的姑娘们 用着高昂透亮的噪音 讲述着壮族流传下来的璀璨文明 为了更好的融入阳朔 传声统环节中 节目组邀请壮族姑娘们出题 一道冰雪奇缘 难倒了春游家族的各位 从情节到印象再到境界 周深演绎的Edsa 变成了范晨晨的墨西哥撒岩 再倒羊底板的十面埋伏的击鼓 直接把范晨晨吓出了表情包 第三期节目播出之后 有笑有泪有感悟的节目内容 受到了网友的大力点赞 表示从越来越和谐的春游家族 那里获得了力量欢乐与勇气 第四期节目中 春游家族将去往一所全新的城市 吉纳和丁宇希的加入 会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其人又将解锁怎样的全新造型 敬请期待 6月28日周六 8点30 有伊丽畅青 独家冠名的浙江卫视 文化旅游探索类综艺 青春环游季2 第四期 和春游家族一起继续这个 夏日美好的青春环游吧 好了 今天的资讯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